2019年7月8日,马依丽和文章一起发文,结束了这场备受关注的婚姻。 马依丽的一句往后歌声欢喜和文章的一句一别两宽,让两人从此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两人的分开,没有私逼,没有互相指责,有的只是默然。 恰同当年的周一见,马依丽也是默然无语。 2014年,文章出给姚迪,马依丽一句且行且珍惜,让所有网友说,马依丽真大度,可也真窝囊。 如今,周一见六年后,姚迪从当红小花沦落为边缘艺人,最后嫁给了富商。 而马依丽在事业上风生水起,前不久还恋上了小鲜肉。 只有文章,身败名裂,婚姻破裂,知青无法翻身。 回首这段婚姻,谁能不说一句,马依丽一手发沙,真是玩得漂亮。 从当红小生沦落为国际老鼠。 文章和马依丽冒合神离的那五年,是救赎还是报复? 这里是瓜鸡娱乐。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自作自受文章的故事。 1984年,文章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的一个双公家庭。 从小家庭优渥的他,父母很是重视。 原本是跟着苗红的干部子弟的文章, 童年却是充斥着撕裂和对立。 连邻居,亲戚都指着文章对自家的孩子说, 你看文章哥哥,他都这样了, 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你就这样。 外人没法懂他内心的世界, 就连他自己都不明白想要什么。 直到他陪邻居小姑娘去一校考试, 他才发现自己的那片天空。 中学时,青春正典的剧组来到学校跳演员, 有这一书梦的文章听到动静,决定去试一试。 就这样,文章经历了反反复复两个月的筛选, 终于出现在青春正典中。 这部剧点燃了文章对演戏的热爱, 也让他对走演员这条路更坚决了。 18岁那年,文章放弃了保送四川师范大学的机会, 转身开始了北漂的日子。 他先是凭借自己的努力, 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系, 后来又和高圆圆共同演了一部名叫 《你在微笑我学哭了》的都市剧。 可以说,这时候文章已经一只脚踩进了娱乐圈的边缘, 两年后,虚久不见的高圆圆找到文章, 眼前遗骇地对她说, 我给你找了个活,你接不接? 拍戏吗?哪部?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可是在文章得知消息时已经太迟, 在文章准备前往去走面试时, 全部主演早就招满了人, 但文章还是决定去现场看一看, 而这一看,却直接让导演看上了他。 导演看着眼前这个精神得嗦的小伙子, 一把拉筑置天说, 你去看看外面那人, 是不是演卓越的好苗子。 没想到导演的一句话, 让文章直接越位顶贴了那原本的卓越, 毫无意外地,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火了。 这部曲不仅带动了文章的演艺事业, 而让他认识了人生的贵人, 童大为。 在剧组中, 童大为就像文章的大哥, 处处照顾这个处处忙碌的小弟, 而文章也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 直夸童大为, 插上翅膀就是天使。 庆幸的是, 这份情谊有幸在奋斗中延续。 2006年, 童大为找到文章, 还是如同高圆圆的开场白一般, 简单明了地问他拍不拍戏, 文章连连点头, 我想。 于是, 童大为把文章介绍到了奋斗剧组, 而文章此时正和马依丽打得火热, 有资源自然是要和女友分一杯羹的。 文章将马依丽推荐给导演赵宝刚, 只不过在剧中, 文章并没有和马依丽成为一幕情侣, 而是成为了李小璐的搭档。 奋斗集结了一群没多大名气年轻男女, 成功引爆了2007年的夏天, 可百密一书, 马依丽与文章的地下恋瞒不住了。 2006年下半年, 狗仔拍到马依丽与一神秘男星同入马依丽的豪宅。 那名神秘男子不是别人, 就是文章。 面对媒体的质疑, 两人纷纷否认, 可毕竟恋情第一次曝光在大众面前, 马依丽心里还是很慌, 想着自己该怎么解释这位神秘男子, 而文章却将关注点放在了神秘男子这四个字眼中。 难道我不红就不会拥有名字吗? 只配神秘男子四个字。 而这段女相男肉的感情似乎成为后面周一线的爆发点。 2008年, 狗仔幼仔医院的妇产科拍到了马依丽的身影。 迫于舆论的压力, 文章与马依丽活速领证, 却迟迟没有举办婚礼。 可是当外界问及原因时, 马依丽却回应, 结婚太仓促,来不及办。 但坊间传闻, 马依丽的父亲并不看好文章, 而这对相差9岁的写计店也一直不被大众看好。 一是女相男弱的地位, 二是两人太过相似的性格。 可是两人并没有顾及那么多, 顶着巨大的压力恩爱如初。 在两人结婚后, 媒体不止一次拍到两人上街室的照片, 似乎并没有那么轻松愉快。 而文章被问的最多的问题便是, 女方那么强, 你有没有压力? 文章的回答则是, 没有。 嘴上说着不在乎, 但文章从来都不是吃软饭的性格。 文章有着极强的自尊心, 而马依丽从来都是保护。 在两人刚认识的那段时间, 马依丽的闺蜜刘兹来她耳边试探提醒, 文章的接近颇有心机, 可是马依丽却没将这些事放在心上。 她用极腹主见与平和柔情, 保护了文章的孩子气和好胜心, 拼命排喜成了文章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的唯一方式。 而马依丽就在事业上对文章起着无限的保护, 这让文章拥有了极大的自信, 很快就凭借着雪豹、 窝居、夺婚时代挤进了一线, 但是这些资源的背后却穿着马依丽。 当然, 有人捧到大红大紫要有演技才可以, 而文章不缺才华不缺演技, 就缺一把。 很明显, 马依丽没有看错人, 文章也做到了。 之后文章又终取到李廉洁的电影《海洋天堂》。 凭借着出色的演技和信业的态度, 文章被李廉洁赞扬了一番, 对他的喜爱之情异于言表, 而文章顺势抱上了李廉洁的大腿, 认成了干爹。 李廉洁不惜认可文章的演技, 还鼓励他做导演, 帮他撑取机会。 万万没想到, 后来的文章当真做了导演, 凭借着小爸爸拿下了华顶奖的《最瞎导演》。 巨大的成功让文章一度膨胀, 开始急速转变自己。 10点33天的上映, 让文章再度引发网络, 还顺带着向白百合推上了人生的高峰。 而此时的文章成了一线男心里唯一的80后。 在完成电影之后, 文章接受三连周刊采访时, 对着镜头好奇冲天地说, 没办法, 80后男演员, 我就是走在前面。 此时的文章拥有了傲视群雄的资本, 但这背后离不开马依丽的扶持。 在大众眼里, 文章算得上是一个天才导演, 但马依丽绝对是一个优秀的操盘者。 夫妻联手, 一个当制片, 一个当导演, 将两人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队内, 文章演戏, 导演发展全面, 和他的脾气也是圈中公认的臭。 在拍《小爸爸》时, 一位周姓的编剧被问到文章的为人时, 直接破口大骂, 人是真的好, 但脾气也是真的臭。 而且在《花絮》中, 文章因工作对别人的斥责简直就是轻车熟路。 对外, 文章对一些负面新闻, 比如常在社交平台上晒脏话, 常常表现得非常过激, 就连杨天真都说, 没法全说, 就是这样的性格让文章的耍大牌成了他令人诟病的一点。 而马依丽的待人水平却恰好与文章相反, 作为护权女演员, 却能和管虎项链多年, 分手也并没有留人画饼。 他足金钱地带, 还能被众多名道赏识, 这样的能力实在少有。 文章与马依丽的强强联手, 想不成功都难。 正当文章处于事业巅峰时期时, 他与马依丽的爱情故事再一次被宣认成神仙爱情。 文章站在华顶奖的颁奖舞台上公开对马依丽示爱, 还在采访中大喊, 我从来没觉得我自己有多牛, 我唯一觉得我最牛的事就是我的老婆叫马依丽。 两人的第一个大女儿也象征着两人的爱情, 文爱马。 可就在吃瓜群众等着文章的下一部剧做时, 2014年的《朝一剑》成了文章的最后一部作品。 2014年3月, 高宅在社交平台上喊话, 在周一爆出一个大聊, 众人猜来猜去, 没想到主人公就是文章与姚迪。 在街头上, 文章与姚迪当街用吻, 而马依丽刚生下了两人的第二个孩子, 两张照片让两个人成了过期老鼠, 文章的爱情绿性碎了一地。 事发之后, 文章发文道歉, 承认自己外遇, 辜负了家庭。 可就在大众认为 马依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原谅文章时, 马依丽却发文说了这样一句话, 恋爱虽易, 婚姻不易, 且心且珍惜。 为了挽回公众形象, 文章再次向马依丽求婚, 跪在地上颇为虔诚地说道, 小文以前不靠谱, 以后想靠谱了, 有你便是有一切, 求求你嫁给我。 之后文章又导演电影《路遥之马力》, 这部电影成了文章献给马依丽的行书, 可自从事发之后, 文章再嫌少出演电影与电视剧, 却连文章自己都说, 曾经的辉煌似乎早已成为了过去, 大众对她的两姐都几乎为零, 没人愿意找文章拍戏, 那么文章就自己导演, 而马依丽成了她的御用女主角, 再一次挡在了她的面前, 文章不管演多少戏, 没有人能够否认她的演技和成就, 但文章是不是一个负有责任感的人, 只有马依丽说了算, 而文章似乎也从那次翻车之后, 开始从小孩变成了大人, 为了周深的光环, 文章只是一个普通的丈夫, 父亲, 安安静静等待文阿玛跳舞的文章, 似乎没了指导式的升级凌人和臭架子, 这对她来说, 是生活的残酷, 也是人生的历练, 在文章外遇后的五年时间里, 大众对于她的批判, 加速了这段婚姻的再次衰败, 可能为了这个错误, 文章每一天都活在心痛里, 这不是马依丽带给她的压力, 而是社会的放大性对她的反噬, 终于马依丽与文章的婚姻再次走到了信头, 2019年, 两人对外宣布离婚, 在对外宣布的那一刻, 马依丽在文中的一句颇为显艳, 知道凡人和事没有永恒不变, 一年阴阳, 唯一把握得住的便是眼前的时光, 似乎已经碍有所致, 因为自从文章外遇事件后, 两人貌合审理的态度, 早已将这个结局提前告知了大众, 而停留只不过还是希望能够挽回, 11年婚姻的结束, 也同时宣告属于文章的上半段人生接近尾声, 在杰出的演员里, 文章还是年轻人, 是未来不可预估的实力派演员, 但在感情生活中, 负责, 敢于取舍, 既不自好, 也不消耗别人, 这种值得肯定的品格, 很可惜文章并没有学会, 与马依丽离婚后, 文章的付出之路难上加难, 没了马依丽的扶持, 文章似乎颇为用力, 每一次出现在镜头前的文章, 都有一种无力感, 如今文章没有停止工作, 以导演的身份拍了电影, 还给马云做了反响不错的片子, 常常触摸在高尔夫球场里, 像是过上了老年的幕后生活, 而近期, 还有媒体爆出, 文章在开酒吧尾声, 面对美女的合影也是笑脸相迎, 成名要趁早, 做演员也需要魅力, 可似乎过于顺利的成名之路, 成了文章出错的其中一个原因, 少年总有一天, 要离开导师或者伴侣独自上路, 后面的入图看起来很不好走, 就如他自己所说, 大家对他的作品不买账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大众会原谅他, 或出色的才华, 或动人的作品。 这里是呱唧娱乐,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趣的故事, 欢迎点赞订阅, 也期待您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您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